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座长满参天大树的山下 坐落着一个美丽的小村庄 一条小河横穿过这个村庄 小河的北边被人们叫做上村 小河的南边就是下村 在这个村庄里有件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上村有个姓金的老爷爷 下村也有一个 更神奇的是 这两位金老爷子的左边脖子上 都长着一个流子 所以村里人有时候叫他们 上村金老爷子 下村金老爷子 有时候也叫他们 上村流子爷爷 下村流子爷爷 有一天 上村的流子爷爷去山里砍柴 那天山里弥漫着浓雾 连四周的情形都看不清楚 流子爷爷一看 感觉柴是砍不了了 就打算往回走 老爷爷在山里绕来绕去 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 不行 还是先找个地方 等天亮后再走吧 正在这时 老爷爷看到前面有一座 破败的草房 院子里还有张梁床 就先在那张梁床上 觅一会儿吧 上村流子爷爷 把柴捆放好 在梁床上躺下 但是他怎么也睡不着 再加上 远处还不时传来野兽的叫声 怎么能不毛骨悚然呢 上村流子爷爷 翻了个身 坐了起来 他清了清嗓子 开始唱歌 上村流子爷爷唱得兴起 这把歌一唱 好像就没那么害怕了 要不再来一首 青山里 必须谁啊 老爷爷 闭着眼睛 陶醉在自己的歌声里 你还别说 这老爷子歌唱得 还真是一绝 可是 等他唱完一首歌 睁开眼睛一看 却被眼前的情景 吓得魂飞魄散 天哪 在梁床的周围 居然围了整整一圈 头上长着脚的鬼怪 你怎么唱得这么好听呢 到时大家都说我歌唱得还不错 你是谁 是哪儿的人呢 别人都叫我上村金老爷子 我住在山脚下的村子里 是金老爷子 那能请你再唱一首吗 再唱一个 那我就再唱一首吗 知道了鬼怪们并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 刘子爷爷放了心 歌也唱得更起劲了 鬼怪们一边听歌一边拍手 还有的鬼怪站起来 跟着刘子爷爷的歌 一起跳起了舞 就这样 刘子爷爷唱完一首歌 他们就求他再唱一首 唱完了第二首以后 他们又鼓着掌 请老爷爷再唱一首 就这样反反复复好多次 老爷爷唱了一首又一首 金老爷子 你的歌怎么唱得这么好啊 哎呦 别这么说 怪不好意思的 你就别谦虚了 跟我们讲讲有什么秘诀吧 那个 是不是因为那刘子啊 什么 这刘子吗 除了你 我没见过长着这样的刘子的人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刘子 你才能唱歌唱得那么好吗 对对对 有道理有道理 是那个刘子 上村刘子爷爷正发愁 怎么回答鬼怪们 听了他们的话 老爷爷灵机一动 哎 说的没错 这个刘子 就是我的秘诀 听了这话 鬼怪们凑上前来 紧紧地围住老爷爷坐下 盯着那刘子左看右看 然后说 这样吧 你把这刘子 给了我们吧 你们要我的刘子吗 这刘子长在我身上 怎么给你们呢 你把刘子给我们 我们会给你丰厚的回报 补偿你的 然后一边念咒 一边用棒锤敲打着地面 这时 院子里 一下子就堆满了金银珠宝 闪闪发光 你们拿走刘子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而且还没等老爷爷说完 鬼怪用棒锤 一指他脖子上的刘子 那刘子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掉下来了 好了 天马上就要亮了 我们得走了 这个刘子就谢谢你了 我的天哪 这不是在做梦吧 一辈子的累赘没有了 还得了这么多钱财 老爷爷能不高兴吧 天大亮了以后 老爷爷用杯柴 或者杯架 把金银财宝杯上 回到了家里 既丢掉了又烦人又爱事的刘子 还得了那么多金银珠宝 这好事我怎么能错过 夏村刘子爷爷跑到上村刘子爷爷那里 仔仔细细地打听了他得到金银珠宝的故事 然后就出发去找那间有鬼怪出没的茅屋了 夏村刘子爷爷学着上村刘子爷爷的样子 坐在院子里的凉床上 等着太阳落山 到了晚上 他便扯着嗓子 开始唱歌 不歪 不歪 不行 夏村刘子爷爷一边唱 一边斜着眼睛 瞟来瞟去 天哪 鬼怪们真的出现了 上村金老爷子说的是真的 夏村刘子爷爷按捺不住 满心欢喜 没等鬼怪们说什么 就赶着上去跟他们搭话 你们一定想知道我唱歌的秘诀吧 我告诉你们吧 秘诀就是这个刘子 这样吧 你们想要的话呢就拿走 不过得拿金银财宝来换呢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听了他的话 鬼怪们却勃然大怒 你以为我们还会上当受骗吗 你老实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是住在夏村的金老爷子 没错 金老爷子 就是你这个金老爷子 鬼怪们把上村金老爷子的刘子 贴在脖子上唱歌 可怎么唱 听起来都是鬼哭狼嚎一般 正在他们气得火冒三丈的时候 夏村刘子爷爷出现了 而且他的脖子上也有同样的刘子 名字也是金老爷子 所以鬼怪们就认定这是同一个人 这样吧 把这个刘子也给你吧 鬼怪们施展法术 呼的一下 上村金老爷子的刘子 牢牢地长在了夏村金老爷子的脖子上 就这样 夏村刘子爷爷 本来想摘掉脖子上的刘子 结果却又多了一个刘子 哎呀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夏村刘子爷爷哭着回到了家里 因为觉得太丢人 白天连门都不敢出 谢谢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